树林区三福里的李明们来到活动中心 利用绘制方格图案 制作出能代表三福里地方特色的瓷砖图案 这些作品将运用在塔辽坑西畔改善工程的煤化项目 三福里里长张志远表示 今年获选社区培立实作工程计划 除了改善居民的修建环境外 希望大家聚集在一起 共同绘制具有三福里特色的造型设计 将运用在座椅及路远的装饰 今天的工作坊就是我们延续之前申请到社区规划式计划 然后做一些座椅 就是街道家具跟附层直栽 那今天就希望其实我们做出来的东西 可能有的时候很单调 但是也可以很充满属于我们在地的一些意象 那三福里最简单就是三个部分 有我们大同山 有我们塔辽坑西 还有我们许多的社区 所以今天我们有先找一些初步的草稿 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 就是透过今天与会的一些在地的伙伴们 一起来帮我们思考说 有什么是可以代表我们在地 代表我们三福里 甚至是我们三角埔地区的意象 然后把它做成我们的一个 马赛克的一个拼贴起来 然后后续就会放在我们的座椅 又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路员的部分 来做一些装饰 在初步打稿的过程中 里长也找来专业的警官规划人员 教导李明们如何透过填充方格 来呈现想要的图案 李明们依据现场的参考图案 开始着手绘制 李明许先生绘制的英文字母 LOVE的图案 主要是想表达三福里的团结 以及对在地的认同 李明吴小姐则是把三的字样绘制在爱情当中 因为我们三福里刚获得五星级的这个评选 然后这个五星级的评选是由我们志工还有林长 大家共同参与我们社区的这项公务活动 包括清洁啊 现在我们要规划这个塔楼坑溪 这附近的这个瓷砖的摆设 然后大家集思广益 那我这个作品的意思就是 LOVE就是爱嘛 就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出发点就是从爱出发 所以我们把这个爱献给我们这个塔楼坑溪 这个设计这个图案 李上的人都很和蔼 都很好 所以有爱心 张志源表示 后续将会在9月1号及9月2号 实地到塔楼坑溪畔现场种植花草 以及进行美化工程 顺利完成本次的计划 记者已根据新北赛坊报导